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伤感元素 在可信范围内进行了很大的创新 使杜拿捏得恰到好处 把它变得更温暖 更有希望把自己对这首歌的理解融合到了舞台表演当中 重新赋予了情歌不同的色彩概念 周深的深暗幅调 独一无二的声线 在这首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深受胡海拳高度赞赏 能够进入到金曲代定池 情有可原 第三轮根据规则 改编队率先出战 可谓大招评出 张绍涵 刘希君主动上场 选择演唱的曲目叫如愿该曲目的原唱是天后王妃 刘希君的实力自然不用多说 在湖南卫视的声声不息中 就已经把自己的业务能力全都展现了出来 音乐风格越来越多元化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乐语单曲 张嘴就能把氛围感拉满 表演过程当中 两人默契度十足 真正起到了一加一大约二的效果 唱功丝毫不逊色于原唱王妃的嗓音 堪称钻石高音不同声线无缝切换 一共有四次变奏 就连周深都直呼这首如愿的翻唱难度很大 节奏全都改了 由于圆区想要表达的是大爱导致 张绍涵都觉得自己不配翻唱这首曲目 但事实证明 呈现出来的效果并没有拉低如愿原有的高度 张绍涵通过舞台表演 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都传递了出来 对张绍涵而言 这首如愿就是自己歌手生涯当中 难度最大的一个挑战 能够让他的情绪如此复杂 足以见得张绍涵有多么重视天赐三的舞台表演了 重点是他愿意站在舞台上 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 从胡彦斌的口中可以得知 张绍涵从小就是典型的奉献人格 无论在哪 都非常在乎别人的感受 但大家往往会忽略 常常奉献的人 有时候内心也有柔软的一刻 死话一出 秒出张绍涵泪点 第一次在舞台上崩溃落泪 看过了不少屏幕前的观众 一番走心言论 颠覆了所有观众对他之前的认识 轮到周深点评时 高情商及时帮他打了原场 说出了很多观众的心声 先是替歌迷向张绍涵说了一声谢谢 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回忆 随后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自己身上 由此一来 镜头就不会只对住张绍涵一人了 周深的言外之意就是人要学会勇敢向前 要学会独立思考 不要被其他人左右自己 而在周深心里 张绍涵就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他传递出去的每一份力量 以及说出去的每一句话 都能引起大家的强烈共鸣 这种力量 时时刻刻都在影响住我们 不得不说 周深的情商太高了 经砖点评 不仅巧妙化解了舞台上的尴尬 平复了张绍涵的复杂情绪 还把张绍涵的舞台表演剖析得十分透彻 当张绍涵走回嘉宾席时 周深第一个站起来 给了张绍涵一个大大的拥抱 脸上挂满了笑容 此情此景 给人感觉特别有治愈感 自嘲到一直在人虽然特别感动 但并没有流泪 因为周深不想在镜头面前让歌迷看到自己难过的样子 轮到胡彦斌 胡海泉拥抱张绍涵时 周深二话不说 一个人默默走到了后面 每个不经意间的小细节 都能说明周深的高情商 难怪会惹网友怒赞 主持人明确表示 张绍涵的眼泪 主要是因为胡彦斌的点评 他有很大的责任 但周深及时站了出来 不然的话 现场气氛简直都能打出天际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张绍涵当时的心情已经崩溃了 可他们却还要顺竿往上爬 那痛出哪里 如果都像周深一样 演到为止 张绍涵是不会在舞台上落位的 值得一提的是天赐三首次诞生双金曲 一首是张绍涵 刘希君的如愿一首是胡彦斌 朱星杰的赖 虽然周深没能夺得金曲推荐 但在大部分歌迷心中 周深永远都是台上最亮的那一颗星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